所以我們從剛剛一直都在馬甲山 都在馬甲山 水門 我會放在裡面上喔 不要騙人喔 哪一台 熊東的 大泰的 哇 真好 今天不用開車 可以嗎? 可以嗎? 小牛站進去那裡就好容易 難得回到屏東 我一直想要多看看石板屋的東西 所以今天叫他們開車載我出去 然後去看看比較傳統的石板屋 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小牛站進去那裡就好 我們那隻有大狗 那隻大狗好大隻喔 好大隻的狗 那裡 可是那隻狗怎麼那麼瘦啊 阿娟你為什麼要拍 講述一下 為什麼要拍 我想要放在網路上面 介紹給網友 他們知道食法屋是什麼樣子 對對對 外面而已嗎 外面而已 外面而已 可以OK 外面可以 好 這個主人在這裡 好 那我就拍個外觀這樣比較好 可以可以 好好好 謝謝謝謝 謝謝 這是一個位在和平部落的石板屋 很高興屋主能夠讓我們參觀 也讓我們拍攝 裡面沒有用什麼東西啊 裡面石頭直接堆起來 就是一點點的水泥 以前也有水泥 米土 如果有縫縫的話 盡量塞的是那個石頭 我以為 會全部都是這樣子疊 所以他們這個會有這樣子放的石頭 對 阿有的 有的 建造的每一個地方都不太一樣 有的就是 整片也是這樣子 阿 我看過的是整片都是那個樣子 阿如果你有大片的石塊 當然就是用這樣 阿這個是 以前聊天啊 幹嘛的 就會坐在這裡 就坐在這邊 對 據說石板屋的設計真的非常的特別 能夠真正達到冬暖夏涼 而且他們說這是經過科學驗證的 你好 摩巴烤 瑪巴A用 蘑巴A用 加紙 摩巴A用 一個 對 頭目加才會有這種 對 才會有這種 對 玩些 沒有 好 這伯父 鼻父 哇 離開石板屋之後 我們順路到了屏東好像還蠻有名的萬金綠色隧道 現在你們在畫面裡面看到樹也許沒有那麼多的葉子 但是當它們全部長出來的時候 真的是非常的驚人 白白的那個就是在曬咖啡豆 喔是喔 太陽的咖啡 有沒有聽過 喔沒有問題這樣可以這樣可以 我聽過喔太陽咖啡 這個叫曬咖啡日曬 這個是 他們是那個烘焙的 這個就是他們的機器 今天沒有朋友 要不然我就可以跟他們家裡拿 今天沒有朋友 對沒有沒有上班 太長了吧 真的嗎 原來我在想說這個這麼特別 原來作者就在這裡喔 對 我就是我 它就會變這樣 所以這個顏色的這個是膠 對這個黑色的是膠 這個都是膠 這個才是原木 這個是什麼衛生塊 真的假的 你相信嗎 真的啊 你注意看 看起來真的很像耶 真的還假的 真的 衛生塊 真的 從側面看 看得出來是筷子了 這邊看得出來 這邊看得出來 有那個 我這邊有那個細細的筷子 接下來我們到了第二個點 據說還算滿有名的 就是叫做泰伍咖啡 那既然到了咖啡館 我們當然要停在這裡 喝杯咖啡 然後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們再去下一個點 我被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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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文法可以 這邊這一家呢 是原住民的飾品店 我們進去之前呢 我姐講說 這邊裡面 可能不太能讓人家拍照 所以我就沒有進去裡面攝影了 然後我有注意到這邊有一個 前面有一個像小水到的東西 我們去前面看一下 今天我在拍攝的時候 其實不太有機會 能夠這樣子錄對白 所以可能 我預計 大部分的時候 應該都是後製配音 那我會找一些時間來 跟你們就是 錄一些東西 跟你們講講話 但是我主要希望呢 今天帶了這麼多人 陪我一起出來 就是讓他們介紹 我們這邊有的東西 給你們大家認識 那也許有講錯的地方 你們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就是正確的姿勢 正確的是怎樣 不然的話 我教給大家是錯誤的東西 這樣子也不好 我們已經靠近這個瀑布了 我們來看一下 哇 你看 前面那邊剛好還有水車耶 哇 又放出來了 又放出來了 橋的那一頭是山地鄉 所以我們這邊算馬家 對 橫跨兩個鄉 我們剛剛從那邊過來了 沒有 我們還沒有從山地門 所以我們從剛剛一直都在 都在馬家鄉 確定嗎 水門 我會放在裡面唱喔 不要騙人喔 這邊是山川琉璃吊橋 那這個橋非常的長 一次橫跨兩個山頭 山的另外一邊就是山地門 然後我們站的這一邊就是馬家鄉 不過有趣的一點 我覺得要提醒大家 在這邊呢 如果你要走到對面 你要走上這個橋的話 要付錢 但是如果只是在這裡看看 拍拍照 不用錢 那接下來參觀的這個地方呢 叫做李娜黎部落 那比起我們來義那一邊的 永久屋 在這邊搭建的是比較特別的 都是小木屋 然後營造出一股非常不一樣的氣氛 我個人是覺得 相對保養起來是非常的費工 其實有一間房子 他沒有特別去保養的 那個木頭都已經斑坡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 這裡還有另外一個別名 叫做脫鞋子的部落 至於理由是為什麼 我就不知道了 不過你們有興趣可以上網查查看 在這裡就要脫鞋子啊 就要脫鞋子 對 認真嗎 你們現在是認真的嗎 真的 真的啊 這邊叫脫鞋子的部落 如果說有理由的 要來這裡 他們有民宿 可以住宿 這邊有民宿之類的 他有招待 招待師 他們接待家庭 喔 聖利門 可以過嗎 可以過嗎 可以喔 以前的隧道 去水門是走這邊 你看這個牆壁啊 都是那個 這一過就是那個 阿彼哥的房子 逛完這幾個地方呢 其實就也逛的差不多了 所以今天的行程大概就這樣 那接下來就準備要開車 回台北 五個小時多的路程 要去開門 耶 我沒有忘記他們了 放人 放人 馬皮包 還有你們的那個 這個 對對對 不然等一下買了 就沒有帶回去 就好笑了 走走走 好 到哪裡 新竹 到新竹 接下來要回台北了 然後這邊有一個小姐 要搭我們的便車 到新竹下站 要不要跟大家介紹你是誰 嗨 我是謝怡丁 你知道他們 他其實跟我妹的名字很像嗎 好 左邊走 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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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往右邊 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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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經過一段長途的旅程 長大概四個小時半左右的旅程 如各位所見 我已經平安的回到台北了 今天帶你們跑的點呢 也是我姐他們帶開車 帶我們去跑的 然後我這次下來 我深深的發現 屏東 我老家附近 還有非常多好吃好玩的東西 可是我自己從來都沒有發現過 那有機會呢 我相信最快 應該說最慢 我明年過年的時候 我又會下去 到時候我再分享給你們好不好 好了 我已經累到不知道要講什麼了 所以各位今天我們的Vlog 在這邊結束吧 我們下次再見 大家 掰掰 我是二就要跳三高好掉下來 是太暗了 是嗎 對 我上次就那樣拍 一二三 哈哈 還複雞 一二三 跳下來了 好的 因為我上次都會按 好的 好的 好嗎